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看到台下有个很熟悉的面孔对着他笑 走近一看竟然是男友 他赶快趁中间空档询问男友是怎么回来 只见手上抱着约30包冰榔的男友说 因为想要来接他回台北 但又不知道他在台南哪家公庙做活动 下了交流道后就沿路边买边问了超过30家冰榔摊才找到地方 让杨秀慧好感动 而北凡的时候 杨秀慧跟男友一时天雷勾动地火 就在乡间田耿旁燃气爱火 因为怕车子不行开冷气会吸到废气 两人还特地打开车窗 但一打开车窗后发现蚊子很多 男友当下立即脱下上衣跟杨秀慧说 自己让蚊子吸饱 这样他就不会再被蚊子叮了 让曾国成笑说这是24孝才有的剧情吧 杨秀慧曾自曝15岁时就跟男歌手郑静一有过一段情 后来收榜时还说献出宝贵出业 后来发现郑静一疑似劈腿 让双方闹得不太开心就分手了 此后杨秀慧拒绝和他再同台 但后来的郑静一则否认他的说辞 几年前杨秀慧还一度跟生技公司老板交往 50岁高龄拼生子极力调养身体 想要人工受孕生小孩 最终因家人反对远距离恋爱等因素告吹 他选择主动提分手 而后跟白云马国贤屡传绯闻 还和陈文山上演《温馨接送情》 却始终处于朋友关系未能觅得真命天子 2.陈美凤 三春季在2020年7月16日举行首映会 该剧是台剧天后陈美凤演艺事业最大挑战 在剧中不仅挑战创戏 第一天开场还有车震 效果十足 让陈美凤坦言定装后一度想拒绝 但顺利拍完后被邓安宁导演直夸 三春季的陈美凤真的跳脱八点档的温柔娴淑形象 成果非常满意 邓安宁导演表示第一场戏拍车阵 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最棒的想法是陈美凤要把假发拿下 其实这场戏制作团队很担心 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说服综艺界的天后陈美凤做出这样的效果 但开拍的时候 非常感谢陈美凤能够信任制作单位 这个镜头是个很震撼的镜头 很高兴大家做到了 陈美凤做到了 超棒的 陈美凤在三春季中挑大量饰演阿娇 有三个春天代表三段不同的爱情 此角色对她而言是一大挑战 她说是过去八点当中自己也不曾看过的 看到除了床站多人的戏 还要在剧中骂脏话 让她开拍前过敏症状都跑出来 不过陈美凤表示很感谢导演 让她有机会穿小可爱露肩膀 还可以靠在男人肩膀上 也幽默地说自己靠得很自然 很久没这样了 谢谢三春季给了她曾未有过的经验 方又欣饰演陈美凤的女儿 她在《娱乐超斯卡》中还公开陈美凤的拍摄内幕 她说美凤姐开拍前都非常温柔 讲话也很细 结果拍戏后把阿娇 Loco也放的态度展现无遗 让众人看出陈美凤的专业演出 方又欣还笑说陈美凤可爱的事 当导演在瞧机器位置的时候 陈美凤还会跑过来说 你可以唱你的歌给我听吗 让方又欣说女神真的太可爱了 3.张琼兹 张琼兹和直报明星郭太元的婚姻 向为外界呈现 郭太元患恶性肝肿瘤后 张琼兹悉心照顾她复原 更为演艺圈中的表率 不过与张琼兹约会最频繁的男性 并非郭太元 而是她的健身教练潘若迪 两人曾频频碰面 甚至在潘若迪的车内 拉起遮阳板 迷会超过80分钟 2003年4月26日下午3点40分 在亚历山大健身中心 担任教练的潘若迪 上完课后开着乳白色修旅车 离开亚历山大信义店 同时间张琼兹也驾着白色座车 离开同一地点 没多久 两辆车分别驶入不远的 信义路五端巷内 停在中强公园对面 一处私人停车场中 两车车头面对韦离并停 从车尾方向看去 张琼兹的车中没有人 而潘若迪的车子没有熄火 因为潘若迪的车子 贴着不透光的隔热纸 前窗又拉上遮阳板 从外面无法看清车内状况 记者车停在两人车后方观察 下午五点 一直保持静止状态的潘若迪车 突然像飞机遇上乱流般 强烈震动了几秒钟 车身上下摇晃了几回 停止抖动后 车身恢复短暂平静 几分钟后 又如同地震的雨震摇晃了好几次 如此接连几次 记者不能确定车内发生何事 但车外没有强风或地震 此时陆续有其他车主进入取车 在别的车子出现启动声后 先前发生的异象不再出现 并肩停妥的两辆车 默默静止在停车场中 五点四十五分 张琼兹坐车的方向灯 突然闪了几次 应是车主用遥控器解除门锁 解除门锁几分钟后 潘若迪坐车的右边车门打开 跨出车门的正是右边车子的车主 张琼兹 张琼兹还没有完全跨入自己的车内 潘若迪的车就已迅速倒车驶离停车场 等潘若迪缴飞离场后 张琼兹也开离停车场 出场后两人并未同行 张琼兹停在潘车内的时间超过八十分钟 除了车阵意向外 另外两点令人好奇 张琼兹在下潘若迪车时行动仓促 没有任何告别动作 当时气温不过是二十二度 潘若迪和张琼兹在车里 并未开窗 甚至还把挡风玻璃的遮阳板拉上 如果只是纯粹聊天谈事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2006年电视名嘴银乃惊 被平面媒体拍到和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出游 甚至在阴明山冷水坑独自相处六十五分钟 刘兆玄召开记者会强调两人是谈国家大事 担心电话被窃听才在车上讨论 不过记者会短短三分钟快速闪人 话似乎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一个是前行政院副院长现任东吴大学校长 一个曾是资深党政记者 限制政论节目名嘴 刘兆玄和尹乃惊相差24岁各有家庭 却被拍到两人单独出游 东吴大校长刘兆玄说 尹乃惊跟我其实是已经认识十几年的朋友 从她开始跑新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政府上班 我们就认得 一面媒体报道 8月尹乃惊的丈夫送她到电台主持 但却有刘兆玄接她下班 两人还在东吴行政大楼停留一个多小时 而这个月四日晚间 刘兆玄又开车载着尹乃惊直奔阳明山冷水坑 漆黑的停车场待了65分钟 而且亦有其他车辆经过马上离开 虽然刘兆玄强调一切都是报纸捕风捉影 不过大老远得到阳明山又不下车 究竟车上搞什么神秘 东吴大校长刘兆玄说 电话常常被窃听 电话里面不太好谈的内容 我们就会见面 其实我们谈的 就是跟国家社会每天发生这些 很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常常想来问一下 请教一下我的意见跟分析 尹乃惊经纪人阴雨凡说 大家都会有朋友 你是记者 会不会跟采访对象 希望很多事情私底下来谈 不要跟别人谈 一方说商谈国家大事担心窃听 一方说是和采访对象私底下聊 偏偏又被目击刘兆玄请司机在尹乃惊 一起看舞台表演 双方情谊为何 刘兆玄短的三分钟说明快速闪人 反而留给了大家更多的问号 5.隋唐 杨又宁与隋唐在偶像剧 爱在生存之道好事多么 2013年12月13日 终于真枪实弹的情感大爆发 突破心理防线在车上激问缠绵 这场车阵戏历史三天才拍摄完成 开拍前不仅杨又宁口中念念有词 隋唐也特地向导演讨酒壮胆 杨又宁隋唐在台视八大爱的生存之道 终于突破新房 赤裸裸地上演车阵戏 连蕾丝内衣都丢一旁 仿佛干柴遇到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这场戏也苦了两位敬业的演员 由于拍摄时间拉得非常长 男女主角早已体力虚脱 杨又宁就说 情感投入也非常大 对我跟唐唐来说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开拍前 隋唐杨又宁与导演就关在车上 一直讨论如何拍摄 杨又宁表示 要么就激烈 我可以脱衬衫呢 总不能两个人亲一亲就没了吧 隋唐则安静地在旁边聆听 最后向导演要求 我要喝点酒 还好是夜戏看不出我脸红 不过隋唐也担心这场戏播出后 他饰演的寄安磊会成为观众讨厌的对象 他说 他太龟毛 幸福就在眼前却不伸手抓住 身旁的杨又宁立刻成了心理老师 表示 他是勇敢面对现代女性的感情矛盾 不要想太多 6.于小平 2012年3月 于小平被媒体拍到搭上小11岁的嫩男李全 思想开放的他上节目上坦言曾试过车上野外 他表示自己在加拿大读书时 已和男友试过在车上与海滩野外发生关系 接着又自爆曾被男友拘于门外 对方理由是你来我好累 把于小平讲得超级饥渴让他很傻眼 于小平情史丰富 曾和艺人阿斌交往过 还有混血男友意大利级模特 还和小11岁的棒棒堂二军李全搞暧昧 于小平曾曝光感情进度 他有三位外国中年大叔追求 还透露自己曾和其中一位大叔到乌克兰打干细胞保青春 交往对象终于不再是小鲜肉 对此他开心地笑说我变了 44岁的于小平过去曾和棒棒堂男孩的小马和李全交往 都是姐弟恋 先前多次在节目上透露情路坎坷 总是笑称自己是渣男吸引体 不过据媒体指出 他在录节目时自曝现在有三个国外华人大叔追求者 最大的年纪超过50岁 是开建筑公司的大老板 过去都跟嫩地交往的于小平提到 现在跟大叔打赏 让妈妈李亚平很放心 不过目前的追求者都还处于观察期 因此还没向爸妈报备 所以他们都还不知道他的感情状况 此外 于小平也谈到 因为李亚平十几年前曾尝试干细胞疗法 至好产生已久的气喘 因此建议他也尝试 正好 于小平有一名年约50岁的好友 对发展相关事业有兴趣 因此在他过生日时 跟好友以及好友妈妈一起前往 至于上百万台币的毁春真费用 于小平则表示是由大叔支付 明星只是一种相对特殊的职业 脱去职业外衣后 他们应该有做普通人的权利 有不生活在镜头下不被关注的权利 所以有时候没必要太关注他们的私生活 杨秀慧 杨秀慧曾爆料有次男友约他隔天共进晚餐 但因为自己当天要下台南主持庙会活动 所以只能延后 隔天杨秀慧庙会活动主持到一半 突然看到下台下有哥很熟悉的面孔对着他笑 走近一看竟然是男友 他赶快趁中间空档询问男友是怎么回来 只见手上抱着约30包冰榔的男友说 因为想要来接他回台北 但又不知道他在台南哪间公庙做活动 下了交流道后就沿路边买边问了超过30家冰冷摊才找到地方 让杨秀慧好感动 而北反的时候 杨秀慧跟男友一时天雷沟动的火就在乡间田耿旁燃起爱火 因为怕车子步行开冷气会吸到废气 两人还特地打开车窗 但一打开车窗后发现蚊子很多 男友当下立即脱下上衣跟杨秀慧说自己让蚊子吸饱 这样他舅舅不会被蚊子叮了 让曾国成笑说这是24校才有的剧情吧 陈美凤 三春季是台剧天后陈美凤演艺事业最大挑战 在剧中不仅挑战床戏 第一天开场还有车震 效果十足 让陈美凤坦言定装后一度想拒绝 但顺利拍完后 被邓安宁导演直夸三春季的陈美凤真的跳脱八点当的温柔贤淑形象 成果非常满意 邓安宁导演表示第一场戏拍车震 虽然没什么了不起 但最棒的想法是 陈美凤要把假发拿下 其实这场戏制作团队很担心 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说服综艺界的天后陈美凤做出这样的效果 但开拍的时候 非常感谢陈美凤能够信任制作单位 这个镜头是个很震撼的镜头 很高兴大家做到了 陈美凤做到了 超棒的 陈美凤说此角色对他而言是一大挑战 他说是过去八点当中自己也不曾看过的 看到除了床战多人的戏还要在剧中骂脏话 让他开拍前过敏症状都跑出来 不过陈美凤表示很感谢导演 让他有机会穿小可爱鹿肩膀 还可以靠在男人肩膀上 张琼兹 2003年4月26日下午3点40分 在亚历山大健身中心担任教练的潘若迪 上完课开着乳白色修旅车离开亚历山大戏一点 同时间 张琼兹也驾着白色座车离开同一地点 没多久 两辆车分别驶入不远的戏路五段向内 停在中强公园对面一处私人停车场中 两车车头面对围离并停 从车尾方向看去 张琼兹的车中没有人 而潘若迪的车子没有熄火 因为潘若迪的车子贴着不透光的隔热纸 前窗又拉上遮阳板 从外面无法看清车内状况 下午5点 一直保持静止状态的潘若迪车 突然像飞机遇上乱流般 强烈震动了几秒钟 车身上下摇晃了几回 停止抖动后 车身恢复短暂平静 几分钟后 又如同地震的余震 摇晃了好几次 如此接连几次 5点45分 潘若迪坐车的右边车门打开 跨出车门的证实右边车子的车主张琼兹 等潘若迪缴费离场后 张琼兹也开离停车场 出场后两人未在同行 张琼兹停留在攀车内的时间超过80分钟 银乃京 2006年电视名嘴银乃京 被平面媒体拍到和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出游 甚至在阳明山冷水坑独自相处65分钟 刘兆玄召开记者会 强调两人是谈国家大事 担心电话被窃听 才在车上讨论 不过记者会短短三分钟快速闪人 话似乎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媒体报道 8月银乃京的丈夫送她到电台主持 但却由刘兆玄接她下班 两人还在东吴行政大楼停留一个多小时 而这个月4日晚间 刘兆玄又开车在银乃京 直被阳明山冷水坑 漆黑的停车场 待了65分钟 而且亦有其他车辆经过 马上离开 虽然刘兆玄强调 一切都是报纸捕风捉影 不过大老远到杨明山又不下车 究竟车上搞什么神秘 东吴大校长刘兆玄说 电话常常被窃听 电话里面不太好谈的时候 我们就会见面 其实我们谈的 就是跟国家社会每天发生这些 很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常常想来问一下 请教一下我的意见跟分析 隋唐 杨又宁与隋唐在偶像剧 爱的生存之道好事多么 2013年12月13日 终于真枪实弹的情感大爆发 突破心理防线在车上积稳缠绵 这场车正系历时三天才拍摄完成 开拍前不仅杨又宁口中念念有词 隋唐也特地向导演讨酒壮胆 杨又宁 隋唐在台式八大爱的生存之道 终于突破新房 赤裸裸的上演车正系 连蕾丝内衣都丢一旁 仿佛干柴遇到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这场戏也苦了两位敬业的演员 由于拍摄时间拉得非常长 男女主角早已体力虚拖 杨又宁就说 情感投入也非常大 对我跟唐唐来说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开拍前 隋唐 杨又宁与导演就关在车上一直讨论如何拍摄 杨又宁表示 要么就激烈 我可以脱衬衫 总不能两个人亲一亲就没了吧 隋唐则安静地在旁边聆听 最后向导演要求 我要喝点酒 还好是夜戏看不出我脸红 傅天颖 傅天颖因接拍电视剧两个月亮 与外形帅气的陈子强擦出爱火 2005年闪电宣布与陈子强订婚 还宣布了怀孕的好消息 但傅天颖与陈子强的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就爆出婚变 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 从2009年爆出婚变到2013年四年间 傅天颖四次闹离婚两次放弃生命 据爆料 傅天颖经常喝醉 酒后情绪失控影响家庭与小孩 让陈子强身心俱疲 决定离婚 与陈子强离婚后 傅天颖并没有好好反思把酒戒掉 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喝酒 更因喝酒后与男友公园发生关系被拘留 据台湾媒体报道 傅天颖和绯闻男友全全 被控凌晨酒醉在公园草地发生关系 全全还打伤道场的警员 法官根据目击者的证词 探定二人确实有发生行为 但考虑案发当时已深夜 加上地点隐蔽 而且他俩被发现后立即穿上衣物 并无意图供人观看 故不构成犯罪 此外 事发当天 全全曾辱骂道场处理的警员 并发生肢体冲突 他以妨害公务罪被判拘役80天 或罚款8万元台币代替拘役 于小平 2012年3月于小平被媒体拍到搭上小11岁的嫩男李群 思想开放的他上节目上坦言曾试过车上野外 他表示自己在加拿大读书时 已和男友试过车上与海滩野外发生关系 接着又字爆曾被男友拒于门外 对方理由是 你来 我好累 把于小平讲得超级饥渴 让他很傻眼 于小平情史丰富 曾和一人阿奔交往过 还有混血男友 意大利级模特 还和小11岁的棒棒唐二军李全搞爱美 于小平曾被曝光感情进度 他有三位外国中年大叔追求 还透露自己曾和其中一位大叔到乌克兰打干系包包青春 交往对象终于不再是小鲜肉 对此他开心笑说 我变了 44岁的于小平过去曾和棒棒唐男孩的小马和李全交往 都是姐弟恋 先前多次在节目上透露情路坎坷 总是笑称自己是渣男吸引体 不过据媒体指出 他在录节目《十字报》 现在有三个国外华人大叔追求者 最大的年纪超过50岁 是开建筑公司的大老板 林千鱼 当时才25岁的林千鱼在2014年传出和服装 集团行政总监林之玉在公厕的身杖专用间发生关系 两人在厕所内的不雅音频全被录下 整个过程流出后在网络上疯传 当时他发文写下人水无措 我会改过 但仍遭到经济公司火速解约 陷入桃色丑闻被解约后 林千鱼渐渐淡出演艺圈 近年来开始改当瑜伽教练 并担任了谈话节目晚吹 有酒精晚吹的节目 罕见谈及了当年的公厕事件 他坦言事发当时相当无助 但家人的反应让他更为伤心 因为父亲是传统的福建人 会直接跟他表明收到朋友讯息 觉得你很兜脸 当下只能独自一人处理 直言相当难受 事实上 林千鱼当时也解释了公厕的真相 他透露事发当天他不小心喝醉 被男方强拉到厕所里 虽然流出不雅音频 但两人在公厕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只有接吻而已 索性 事件经过七年 林千鱼生活逐渐回到正轨 2018年和交往三年的圈外男友登记结婚 目前夫妻俩育有一子 一家三口生活相当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